露出小門腰 在台上曼妙起舞 参加玛丽雅娜观光局活动 在网络上拥有10万粉丝的 网红小棠 比赛对决中获得人气奖 没想到赛事落幕一年多 却引发官司 我是Sherry林雨萱 今年19岁 获得冠军的林雨萱 年仅19岁 形象清新 表演竖琴 气质取胜 自拍影片 展现年轻活力 最后拿下胜利 但亲友却在网络上po文 指称对手小棠 过去曾经拍摄的性感影片 说对方降低比赛水准 网红小棠按铃提告 观众人物本来就会受到 比较多的评论 所以他忍受这个评论的义务 是高于一般人的 网红小棠目前任出国 无法取得回应 当时他认为名誉受损 提出高速 让双方竞赛 从观光大使延长到司法站 检方时红认定影片属实 并非凭空杜撰 不起诉 两人参加的 马里亚纳观光局比赛 强打战狼海警 和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 一周观光大使 还能有六万薪水 又被称为最爽实习生 如今双赎对决 从场内战到场外 网红不满性感影片 成为比赛剑靶 决定提告 最终不起诉处分 比赛终结 记者陈胜伟 廉价清无彭心 专华报导